张慧妹三天三夜创作人阿怪仪心肌梗塞事。预防留意六关键。 国健署指出,春季早晚温差大,尤其是晚上与清晨前的时间是气温最低的时段。 气温像悄悄般一会儿高,一会儿低,这让血管内的平滑肌跟住收缩,容易造成血压升高,可能增加心脏病及中风急进发作的机会。 国健署提醒,罹患心血管疾病者、年长的长辈及肥胖等族群,春季更务必注意三高控制及低温触发心血管疾病之发生。 并且做好保暖,如果突然有胸门、胸痛、呼吸困难等心脏病症状,或是发生脸部表情不对称,单手无力下垂,口齿不轻等中风征兆,一定要尽速就医。 事实上,心肌梗塞前兆表现往往短暂不明显,一旦发作就急剧恶化。除平日控制三高,远离烟害外,早期警觉,早期抢救,时间即是抢救心脏,保存心脏功能的关键。 认识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原因 供应心肌的血液会流经名为冠状动脉的血管,一旦冠状动脉受到阻塞,血液就不能顺利运送到心肌的各个角落,如此一来便会导致心肌缺血。 而使冠状动脉阻塞的原因主要是动脉周状硬化,由于脂肪堆积在血管内壁,使血管管壁硬化增后,如此一来便会让血管变窄,也容易引发血栓形成,进而导致阻塞。 简炎痕,心肌梗塞,也就是因输送血液和氧气到心肌的血管有血栓生成,导致血管阻塞。 病人在发病时有很高的死亡率,从有症状发生到送医救治,要把握12小时内黄金时间,尽速就寄求诊。 心肌梗塞症状 心肌梗塞的症状包括急性胸痛,冒冷汗,头晕,咳嗽,呕吐,呼吸急促,心跳加快,心率不整等。 疼痛有时会散步到一侧的手臂,肩,上腹部或背部,甚至搏梗,额,下巴,麻痛。但也有人没有明显症状。 血管老化,有办法避免吗? 人都会老化,头发会越来越白,越来越少,皮肤会越来越松垮,同时血管也会越来越厚而硬化。 新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洪惠峰一针见血地说,动脉硬化由你我不可控制的因素,一个就是年龄,另一个则是不一定人人有的遗传。 而且不仅是会导致心脏病的冠状动脉,全身血管都一样会老化。 但是也不用气馁,先天不可控制的因素固然会让血管老化,但后天生活习惯产生的三高,肥胖,吸烟与缺乏运动。 会加速血管硬化,而后者才是造成中风、心肌梗塞等危害生命急症的最大因素。 这些因素如果控制的预好,动脉硬化的速度会减慢,譬如说原来是 10.年血管到达这个厚度,你控制得很好到 40.年才达到这样的厚度,那就很好了,只要能老得比较慢一点,就谢天谢地了。 红汇峰比喻,动脉硬化造成的急症,就像土石流一样瞬间堵住了血管。 而一时的情绪紧张或压力,也会像台风一样造成血管风暴,这些都是促成中风的直接因素。 那么平常生活中该怎么做,让土石流与台风都不要来。 预防动脉硬化,心肌梗塞的六大守则。 1.饮食注意糖、盐、反噬脂肪,引发动脉硬化的危险因子中,高血糖与糖类食物有关。 糖类食物一方面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之一,但吃起来甜甜的糖分也是其中一份子,一时失控就会造成体内葡萄糖过多。 过量的颜色与高血压有关,反噬脂肪则非人体需要的营养素,研究却发现它会升高。 LDL胆固醇,降低HDL胆固醇,从而提高动脉硬化的速度。 2.规律生活作息,避免熬夜,维持心血管系统安定。 3.规则运动,保持心血管弹性。 4.避免生气、疲累、紧张、压力大等大幅影响情绪的因素。 5.台湾人常看政论节目,或是紧盯选举开票结果,这些都可能造成瞬间情绪起伏,引发台风来袭。 5.生活平顺。 不要太过起伏,除了避免意识情绪起伏,日常生活也有类似的注意事项,例如饮食不要突然吃得太险,以免生高血压、感染发炎或有动手术情况要特别小心。 6.避开空气污染破坏心血管。 6.避免 6.避免 3.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